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在春節的期間呢 尹真律師要來做個特別的節目 怎麼樣特別的節目呢 就是要來帶大家 改造我的房間 為什麼要改造我的房間呢 因為現在我是位於我彰化的家裡 那其實我平常蠻少用的到這間房間 因為都是大概過一兩個月才會回來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間房間其實是非常的空 就幾乎沒有什麼東西 雖然牆面是綠色的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太過花俏的顏色 我會覺得會妨礙睡眠喔 所以裡面的擺飾又是比較沉穩的顏色 結果呢 就被長輩看到了 長輩就說 這樣子不行 他就說女孩子的房間呢 不能夠這麼空 然後又不能夠這麼 單調乏味這樣 他說會影響 好花孕啦 所以呢 今天就要把房間這個改造 那要符合有春節的氣氛呢 所以希望把它營造有一種 春天的感覺 那又可以幫我帶來一些桃花孕這樣 嗯 希望可以改造成功 開始了 因為呢 我覺得要改造一個房間的氣氛啊 最重要的東西應該就是床主了 因為床主的顏色啊 背端整個改了以後 整個房間的氣氛都會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呢 是廠商提供的工商品喔 是棉床本舖 謝謝廠商 知道我要改造房間 然後呢 就送來了這個 那其實不算是開箱 因為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 我已經先把它打開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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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有一個 還蠻有質感的 棉麻提袋喔 喔 這個應該是枕頭 喔 這個應該就是 我非常期待的 床主了 欸 多多人在這邊 廠商給我的就是非常的有 可以帶來桃花孕的粉紅色 跟我整個人就非常的搭 廠商很貼心喔 他又附了一個子母被 好 所以呢 現在改造工程要開始了 首先 就先把舊的床主把它拆掉吧 感覺就是成天來了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被子把它裝進去 我要來教大家 裝棉被的絕招 這個是我媽媽教我們的 因為以前不會裝棉被 然後我媽都說 怎麼那麼笨 連棉被都不會裝 要怎麼嫁人 結果沒想到我現在會裝免費了 我還是 好啦 希望這個床主換了以後呢 可以帶來真的桃花孕好不好 不要是那種爛桃花 是真的桃花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先把這個被套呢 把它翻過來 對你們一定搞不清楚我在幹嘛 但是等一下你們就會恍然大悟 就會覺得 喔 怎麼這麼聰明 把它這樣子視角 你就先把它對準 尺寸都對準了以後呢 那我們就先抓這個腳腳的地方 把它這樣子套過來 好 那四個腳呢 就分別都把它這樣子套過來 那一定要抓準腳腳的地方喔 腳腳一定要對準 我覺得 裝備的 要有一點甜蜜 因為 有沒有發現我太喘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四個腳腳都好了以後呢 就抓住這個腳腳 然後就把它這樣子翻過來 有沒有 翻過來 翻過來 這樣這個就是沒有裝好 所以要跑掉了 所以腳腳的地方一定要裝好 拿起來 耶 就好了 好嘞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我的牆面啊 就是整個都空空的 所以呢 我又使出了鴉箱法寶 就是去買畫來掛在上面 我本來在台北家裡 如果大家看影片應該有發現喔 我後面的牆面也有掛了一堆 因為我覺得畫可以給人家很溫馨的感覺 或者是照片啊 大家可以把照片洗出來 然後掛在牆上 然後呢 因為我希望房間裡面還是比較 適合睡覺的感覺喔 所以呢 我就選這種 海 的畫面 就是讓你會覺得心情很平靜 然後就可以很安穩的入睡 長輩說房間裡面一定要放花 這樣子看起來才會喜氣癢癢的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種很漂亮的蘭花 這個玫瑰是很美 對 我辛辛苦苦 就家裡種的啦 爸爸種的 但是呢 他剛剛不小心被我弄掉一腳 氣死我了 因為像這麼漂亮的玫瑰呢 外面是買不到的 他一直在卸 沒關係啦 卸了他 放這裡也是很浪漫 對不對 現在呢 大家看到這邊牆面呢 就很漂亮 已經有裝畫上去 但是呢 這邊 裝上面還空空的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個 這個 我覺得很好看的 掛鏡 那 就可以把它掛上去 那上面呢 已經有 昨天請我哥 已經先把我盯好的 那個 勾勾喔 因為雖然我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 裝那個勾勾 我真的不行啦 所以還是請我哥哥 先把我弄起來 我昨天把鏡子拿出來的時候 我哥就說 欸 這個不是八卦鏡嗎 八卦鏡不是造妖鏡嗎 不是的 好不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它是有十個角的 它是十全十美的十角鏡 照美人用的 不是照妖鏡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我現在 推了一個箱子來 因為呢 我就是把一些 我之前出國啊 然後買的明信片 然後就把它裝在這個框裡面喔 欸 就會一秒回到出國的感覺 因為你平常買的這種明信片 你放在家裡其實也用不到 那這就沒有黏味 這個 是我的乳頭 衣櫃整個都是白的不好看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個春蓮 那大家知道春蓮要怎麼貼嗎 像這個符啊 你就把它貼倒過來的 這樣叫做符倒 然後春也是要把它倒過來的 這個叫春倒 好 掌貝樓說 褚尼愛貝尼嘛 就是房間裡面一定要放水果 所以呢 就把它貼在上面 有個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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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功告成真的好累喔 天啊我不知道 为什么整理一个房间会这么累 但是看到这样子这么漂亮的房间 就觉得还有成就感 但是呢因为太累了 所以我要先来睡一下 来试试看这个床主 是不是真的像厂商所说的 那么好睡呢 这个花色啊它是新月款式 而且它是天丝的材质 所以呢整个触感就是非常的柔华细致 我真的可以好好的睡一下 天啊舒服 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枕头呢 它整个就是很蓬松 很有支撑性耶 就是你不会整个睡下去 就是整个摊下去 你知道有些枕头就是睡下去 然后整个摊下去 你就会觉得长起来脖子就很酸 它不会它就整个很有弹性 但是呢它给你的脖子的支撑还是够的 啊好舒服哦 不想起床了 因为厂商还要让我特别介绍 就是这个被子啊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直接放洗衣袋里面 用洗衣机洗 如果呢是跟我一样自己在外面住的人 就知道这个发明有多么伟大 因为你真的没有时间送洗 而且呢家里也没有妈妈会帮你洗被子 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放洗衣袋里面 然后丢到洗衣机里面 就可以帮你洗得干干净净了 是不是非常的赞 好我觉得我已经说太多话 做太多事情了 过年就是应该要在家里好好睡觉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我要睡觉了不要吵我 拜拜